我相信咱们的粉丝里一定有喜欢60年代美式服务跑车的朋友 这时候我挑战你一下 百年龄这四款表分别对应了哪四款跑车呢 万表流行力天术接地气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百年龄店里 你看这玩意儿凯旋摩托车 说到百年龄它的系列覆盖天空海洋陆地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机械计时 计时马表还有Navy Timer 都是跟飞行跟专业飞行有关的 如果作为百年龄的粉丝 你肯定会问 百年龄有正装表吗 有也没有 因为什么呢 因为百年龄确实有一些比较偏正装 比较讲究款型比较优雅造型的系列 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要介绍的扑亚系列和TopTime 造型优雅线条和谐 但是即使是这样比较偏正装的款式 它也带着百年龄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就是计时马表功能 因为大家知道 在计时表历史上 百年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 因为大概在20年代 百年龄的一个掌门人之一 它表怀表式的计时马表 改成了万表式的计时马表 或者说现代万表的计时马表的布局 就是由百年龄创新的 现在我们就具体看看 2023年百年龄普亚系列和TopTime系列 有哪些看点 如果你要是美式车的粉丝的话 一定要盯住 这就是百年龄比较偏正装的系列 叫Premier 普亚 这个系列诞生在1943年 1943年的时候欧洲打得正热闹的 但是人们会需要一款比较讲究的精致的优雅的万表 所以Premier 普亚就诞生了 到现在为止你看它还依然确实很优雅 这些石标 刻度 包括指针的设计 甚至面盘 面盘颜色像什么 全新的普亚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它的外形又进一步优化 如果你看细节的话 它侧面有一些勾槽 让表表显得更加优雅 另外它蓝宝石镜片 它是凸起的 这样的话也是让表格显得比较薄 它的按钮跟一会你看的Top Time不太一样 这个按钮是巨型的按钮 Top Time是所谓的蘑菇型的 不过这个是更偏正装一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普亚也好Top Time也好 现在全是百年龄的自产机芯了 动力都达到了70小时 而且都是带垂直离合器和助轮 自动计时马表 如果是带助轮的话 一定是很高级的机芯 这款表当然也带助轮和垂直离合器了 不过它跟Top Time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表背 如果你看它的机芯打磨 你会发现它们俩机芯打磨是不一样的 具体怎么不一样呢 自己看 反正跟Top Time最新款 对应了四款美式跑车 它分别是什么呢 这款雷鸟 福特野马 雪佛兰科威 Shelby眼睛蛇 你猜对了吗 这四款表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这是Shelby Shelby眼睛蛇 说的也巧 这款表刚好是这个系列里唯一的双眼盘子 其他都是三眼的 或者说这更像熊猫 我喜欢这款表不是因为它的双眼熊猫 而是因为它的题材 说实话 Shelby这车我并不了解 但是呢 那个电影是让我太着迷了 我这辈子看电影 很少有一个电影看很多遍的 但这个电影我看了很多遍 电影里的人物 它的情节 包括对赛车这个热情的描述 一些细节的描写 都是非常让我着迷的 因为这个我喜欢的Shelby 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肯定选这款 那么你的偏好是什么呢 弹幕会打出来 刘老师 应该看下一种牌了 你们也看到了啊 伯爵 今天我们在伯爵呢 要看的是 即将在日内瓦举办的 钟表与奇迹展览上的一部分新品 你们有福了啊 伯爵确实出很多奢华不济的一些珠宝 但是你发现没有 伯爵虽然出珠宝了 但是他不出时装 不出香水 什么意思啊 他就是把自己的精力 集中在珠宝和万表这个双品类上 一方面 奢华不济的珠宝 放荡不济的设计 另一方面呢 在钟表工艺上呢 又体现出了一种优雅 什么叫优雅啊 优雅就是克制 比如说 伯爵擅长做的超薄机器 就是一种克制 一种优雅的体现 啥也别说了 咱们进去看看去吧 伯爵奥迪普拉的910P 这个我觉得非常难得的 一个世代机会 还记得上次我们讲超薄的时候 提到了伯爵吗 很可惜就是没有上手的感觉 现在补一下 它是超薄 但是它是自动的 比较实用在哪 它这个是万元摆脱 这个今年WWG的新款 Holo 从表牌也能看出来了 这上有一个很经典的复杂功能 就是万年力 这就是伯爵对豪华运动表的诠释 伯爵作为顶级品牌 出的收华运动表 肯定不忘了整体式设计 用人画像就是叫手链式设计 除此之外 外观的做工呢 也非常具有伯爵的特色 作为钢表来说的 怎么样让它卖出金表的价格呢 很经典的做法就是复合打磨 也就是抛光和拉丝的组合打磨 但是在伯爵这儿 它把抛光和拉丝又重新演绎一下 让它提升了一下 比如说它的拉丝啊 如果你在放大镜看 它的拉丝跟其他品牌的拉丝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伯爵在日能瓦工坊 一些工匠特别擅长的一种拉丝 说俗点就是特别细的拉丝 这款Polo除了加了万年力以外呢 它还具有超薄的特点 永远不忘超薄 在超薄同时 它还是自动上线的 所以超薄自动上线万年力 这是它在复杂功能上体现出的这种优雅 在外观上呢 除了刚才说的整体式设计啊 符合打磨啊 它这个中间链接的设计 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中间链接呢 它只是单纯的拉丝 但是除了拉丝以外 它两边出现了抛光的片段 跟它以前的Polo不一样的地方 质感更丰富了 刚才你们看到这些东西啊 只是这次展览中的一小部分 其实在镜头之外 有很多新品很惊艳 但是呢迫于这个保密协议啊 我们这次不能拍不能爆 不过没关系啊 今年的钟表与奇迹展览 是在日内瓦举办 我们会带你们去那参观 去采访 这次展览 在我们业界 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喜欢就关注一下哦 好 好